早上六點 商業電話 新聞報道 現場由陳小陳被刪 天文台在清晨5點20分 改革9號步行增強速速 方向移動 時速約20公里逐 天文台同時在清晨5點26分 開出紅色暴雨警告 表示香港廣泛地區 陸德或者預料 會有每小時以量超過50毫米的大雨 天文台的級科學主任梁玲武說 仍然日刻正面出向香港 更排除會改革10毫風球 這一部分就在最近這段很短的時間裏 迅速地加強 現在已經達到太風的程度 中心風力我們估計達到時速150公里 另一方面 在最近幾個小時來說 也有很多其它方面 在油產上很急急的變化 首先移動速度方面 就是加速和直吹香港 現在移動時速達到15公里 就會直接影響香港 由於風冷的發展有大關係 香港提早受到最強風的大影響 所以我們預計在短短的時間內 風力會迅速加強 所以在今週5時20分的時候 我們懸掛了9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預計約客會正面追襲香港 約客的中心會經過香港上空 在這個情況下 特別要呼籲市民留意一件事 因為現在我們經歷到的風向和風速 是一個屬於船風的形勢 基本上是說那個風向會因應那個颱風中心的位置 而作出很急激的變化 簡單來說就是現在比如說吹北風的地方 很快當我們入了風冷的時候 可能變得很平靜 但是在很短時間之內也有可能轉回一個方向完全不同 但是那個風勢仍然是相當強勁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可以說是順適萬變的一個情況 所以市民就不要以為在某個時間 但是說到那個風勢不太強的時候 就將我戒腿的那個警覺性是降低 這件事是一定要留意的 實際上我們預計在今日如下的時間來講 香港的天氣都會非常之惡劣 白河或者更高的風球 會軟掛斷沙浪場的時間 梁山會不會有機會掛斷沙浪風球 因為它現在已經踏到一個颱風的強度 所以如果它是真正正正面吹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懷罪有這個沿瓜守護風球的可能性 實際上沿瓜那個風球的其中一個作用 就是警告市民那個風力不斷地加強 所以這個守護風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當然中間有很多因素在 比如說我們還要考慮一下這個颱風藥效 會不會在短時間之內減弱 如果減弱的話當然 原廣州風球的機會都相對於香港的低狀 在九號風球和紅色布料警告之下 民政事務總署在各區開放28個樓市庇護站 給有需要的市民站住 查詢電話是28351473 受到台中若刻影響 本港海上交通全面停頓 陸上交通方面 電車服務暫停 新大嶼山巴士公司 除了A35和N35號線之外 其他各自已經停駛 auer料館廣東天驅列 東至北風前到西北方 手流高冷經過 港時風向會突然轉變 今日天音有頻密狂風大雨 日間最高氣溫會到27度 指望天天氣不穩定 間中會有大約 九號風球現正掛起 紅色漢月景五度上號現正生效 現在熱溫是25度 相對失敗大約13% 10號颱風順路 在上午6點45分懸掛 預料平均風力每小時超過117公里 在上午7點 颱風約克集結在香港天文台至東南約40公里 即是在北緯22.1度 東京114.5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20公里 直吹香港 颱風約克將正面吹襲本港 風眼會在未來數小時內 自東南向西北橫過本港 到時部分地區風勢 會在一段時間內顯著減弱 但是具有破壞性的風力 隨時會由另一個方向出來 之前受到地形遮蔽的地區 會變得當風 在過去一小時 長洲平均風速為每小時87公里 西貢方面 周圍每小時83公里 颱風消息驚異報道完畢 新聞專輯 商業電台 維持有限度服務 今次是十六年來 香港首次掛起十號風球 上次掛十號風球是在1983年 天文台國級科學主任 梁維武說 約鄉以來幾個小時吹襲香港 目前約鄉是在天文台東南 大約四十公里 即是北緯二點一度 東京一四點五度附近 越來向西北方向移動 始速大約是二十公里 直出香港 香港將會在風雲當中 到時風勢會稍為平靜 不過天文台提醒市民 不要有錯覺 因為這個時候才會進入危險 市民不要外出 要做好防風措施 最新的情況就是 這個颱風約克的中心 就在香港的風南面 是大約四十公里 因為那個颱風的結構來講 就是颱風的中心 是一個所謂風雁的地方 而這個風雁的周圍 是那個最強風的強風大 現在我們正正正受到 這個最強風大的影響 所以本港的風力 比先頭一兩個小時來講 是顯著地加強的 另一方面 普遍來講 那個風力 很多地方都是達到裂風 暴風 甚至間中有些地方 都達到巨風的程度 所以我們是因應這個風力的改變 是在6.9圓掛受過風球的 但一點要值得注意 就是颱風約克 是會正面經過香港 而那個風雁 亦都會在香港的上空經過 在這個情況下 市民會在短暫的時間 可能一兩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是經歷到一些較為平淡的天氣情況 大家千萬不要放鬆警惕性 因為風雁的特性 就是風力和雨勢 都是明顯地比先前弱的 但是風雁之後 那個強風帶會再次影響香港 香港到時又會再次受到 不同方向的裂風 巨風 暴風 甚至是颱風的吹窄 現在不當風的地方 在這個風雁過了之後 會變成當風 所以市民要特別留意這個轉變 所以綜合來說 其實今天的天氣 就是非常之惡劣的天氣情況 不單止風大 雨亦都相當之大 任何的防風防雨措施 應該現在都已經做好了 所有戶外活動是絕對不適宜的 風雁的中心何時經過香港 我們做了一個指標 但是在現在這個情況 我認為究竟那個風雁何時經過香港 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市民要了解到 現在那個天氣情況是非常之惡劣 千萬不要受到風雁經過的時候 那個短暫的天氣的變化 而放鬆的警惕性 因為我們預計在未來 今天大部分時間來講 那個風勢都相當大 相當強的破壞性 而雨勢也是相當大的 好 麻煩你了 好 麻煩你了 今天吹拔到颶風程度的天北風 守候風雁經過邊趕時 風向將會突然轉變 今天天音有頻率狂風大雨 日間最高氣溫徘會在25度左右 指望天天氣不穩定 間中會有大雨 天文台已經發出聲明 警示警告 香港到時又會再次受到 不同方向的裂風 巨風 暴風 甚至是巨風的追責 現在當風的地方 在這個風壓過之後 會變得當風 所以市民要特別留意這段轉變 所以綜合來說 今天天氣是非常惡劣的天氣情況 不單止風大雨也相當大 任何的防風防禦措施 應該現在都已經做好了 所有戶外活動是絕對不適宜的 黎先生請請問 香港是多久未掛過受護風球呢 1983年到現在是有16年未掛過受護風球的 亦絕對不適宜的